任务准备开始的前夕 第七走到大夫身边 想要安慰这个刚刚失去自由的男人 但大夫微笑着表示没事 接着他反而开始教导起了刚刚踏入战场 没什么经验的第七 另外一边的库博和托尼也开始交流谈心 托尼明白这次的行动很危险 他也不想让自己或者其他队友死在外面 如果一切顺利他们成功逃离这里的话 托尼还打算在哪里请库博吃一顿呢 慢慢的 对于托尼和这次的任务 库博也没有之前那么抵触了 他开始更加欣赏这个带着伦敦枪的男人了 就在这时 托尼发现库博充满忧虑的看着不远处 向大夫学习战斗技巧的第七 明白库博所想的托尼告诉他 放心吧 自己不会让第七去任何危险的地方 库博表示自己知道 只是他觉得第七有点太天真了 第七好像觉得部队来到阿富汗 就是为了拯救这里的女人和孩子 托尼苦笑一下说道 是啊 如果军队来这个国家 只是为了帮助女人和孩子这些弱者 自己也觉得可笑 这可是战争呀 想当初1939年的时候 英国向德国宣战 说想要帮助波兰 结果呢 六年的时间 五千万人死在了这场所谓的帮助里 战争慢慢的变成了人们需要的东西 现在看看第七 他的样子就像为了所谓的帮助 去发动另外一场战争一样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清晨 艾玛德询问走过来的二把手 还没有找到尼格尔的踪迹吗 二把手表示没有 而且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老大要让那个人参加任务 艾玛德回答说 那个怂包只是想向自己证明而已 自己也只是给了他一个证明的机会 可二把手去告诉艾玛德 那帮黑袍人根本不需要尼格尔 而且尼格尔要是被那帮黑袍人吃掉了 自己都不会觉得奇怪 说着 二把手看了一眼身边走过的两个黑袍人 声音也不由的降低了许多 他继续告诉艾玛德 他都怀疑这些黑袍人会做出更加过分的事情 光是看到这些人 自己就不由的发毛 艾玛德安慰手下没事的 接着 他告诉二把手 今天这些黑衣人还会再来一次 听到这话的二把手摇着头苦笑道 行了自己知道了 艾玛德听吧继续告诉他 现在那种东西对于自己来说是多多益善的 这个地区已经被扫荡的差不多了 他们需要走的更远 去袭击更多的村庄 可身旁的二把手对于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却充满了悲观 他感觉他们做的事情会慢慢的被传出去 可艾玛德却觉得无所谓 相反 他更期待世人知道这些事情会是怎么样的表现 二把手听吧有些惊讶 自己的老大怎么会这么淡定 他难道就会害怕那些美国佬知道吗 艾玛德回答说 当然不怕 那些美国佬的眼里只有石油和树油管道 而且如果那些美国佬激怒了一些不该激怒的东西 那些被缝起来的人很可能就会去他们的白宫 正在艾玛德吹嘘自己的这帮朋友有多牛逼的时候 两个美国大兵正在远处观察着他们的营地 库博在营地里还没有看到托尼等人的身影 他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一旁的普鲁特劝他耐心一点 毕竟他们从最隐蔽的山路过去 应该还有几分钟才可以到 说着普鲁特像是说遗言一般告诉库博 假如自己没有活着回去 那请库博一定要去看看自己的妻子 库博想要劝给普鲁特不要悲观 可普鲁特却十分认真地告诉他 自己已经和库博认识了两年没有开玩笑 假如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库博一定要去找自己的家人 但请记住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关于黑魔法 还有缝合怪的这些事情 哪怕说自己死于车祸 死于战争 或者死于并发症都可以 看来整个队伍里不只有库博一人 不看好这次行动 就那样 普鲁特和库博一边观察着营地的情况 一边了解了他们以前在部队里发生的人和事 另外一边 托尼等人已经潜入到了营地的附近 托尼询问蒂奇 能不能快速认出艾玛德 蒂奇表示自己不太确定 他当初只是见过一次艾玛德人的照片 远看很难保证 如果再凑近一些 说不定可以 可这一次 对于蒂奇想要靠近的提议 托尼和大夫同时表示了拒绝 托尼告诉蒂奇 估计没办法继续靠近了 蒂奇能帮的应该也只有这些了 现在蒂奇赶紧撤回到安全地带 可蒂奇却想让托尼再等一下 也许再过五分钟 自己就能看到像艾玛德的人 可打算进入营地的托尼 担心夜长梦多 他让蒂奇赶紧回去 听命令就现在 见托尼已经这么说了 蒂奇只能转身离开 可就在托尼和大夫商量着 怎么去搞营地的燃料时 身后突然传来扑通一声 大夫急忙回头 只见蒂奇好像踩空什么地方 直接掉了下去 此时从地面摔落的蒂奇 只听见上方传来大夫焦急的呼唤声 看到蒂奇没事 大夫顿时松了口气 可当他看清楚蒂奇身边的东西时 大夫提醒蒂奇 无论等一会儿 他看到什么都要稳住情绪 千万不要发出声音 被大夫这么一说 蒂奇不由地看向了四周 而他所看见的 是密密麻麻围在四周 穿着斗篷的缝合罐 还好有大夫的提醒 蒂奇才没有惊叫出声 看着惊慌失措的蒂奇 大夫告诉他没事 没有罐子 那些怪物就和植物没什么区别 现在蒂奇有没有看到出口 蒂奇表示自己看到了 可他有点害怕 从这些怪物之间穿过去 不过最后在大夫的安慰下 蒂奇还是鼓足勇气 缓缓地走向了这群 一动不动的缝合罐 就在门口 蒂奇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之前那个会流泪的缝合罐 还好一切顺利 可就在蒂奇推开门缝 马上就要出去时 一阵锁链晃动声 顿时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群人居然在门外 绑了一个罐子 眼见罐子就要发出响动 蒂奇急忙伸手抓住 同一时间一只手突然伸出 捂住了蒂奇的嘴巴 还好是大夫和托尼 从山路上绕下来帮助蒂奇 现在来说 成也缝合罐 败也缝合罐 营地里的这些人 太相信缝合怪的能力了 甚至这个房间都没有人工看护 看着修在山崖下的储藏室 托尼不禁感叹 这些混蛋真聪明 这样无人机从上面飞过去的时候 都发现不了这个地方 可就在托尼打算让蒂奇 继续沿路返回的时候 几个听到声音 赶过来查看情况的营地成员 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 另外一边 看着这一切的库博 拿过步枪 打算进行远程支援 而被那些突然出现的营地成员一搅和 急于躲藏的托尼只好把蒂奇带进了营地 当他们靠近营地里的汽车时 正如托尼所想的那样 燃料会放在运输工具的周围 可还未等托尼因为找到燃料而高兴 一边的大夫小声地提醒他 自己也看到了一些东西 托尼和蒂奇顺着大夫示意的方向看去 只见房间里是一群当地的妇女和孩子 托尼原本的计划是直接引燃燃料 造成混乱 引起军方的注意 可燃料的周围就是这些可怜人 蒂奇表示看来托尼得换个计划了 或者还有其他的办法 画面一转 一个操着当地方言的人 在房间众人惊恐的目光下 走进了房间 是蒂奇 他向房间里的众人保证 只要他们相信自己 自己就会把所有人带出去 无论是女人还是孩子 自己都可以帮他们回家 请一定要相信自己 正在蒂奇劝说屋中的妇女和孩子时 屋外的大夫发现有人来了 下一刻 当那个民兵刚来到房间旁边 就被大夫一把拽了过来 紧接着配合默契的托尼 用枪托猛击民兵的后脑 看着倒在地上 后脑凹陷的民兵 大夫不仅感叹 这把枪的质量真好 托尼则骄傲的表示 没错 持久耐用 这时 问清楚了房子里面情况的弟奇 走出来告诉托尼二人 自己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这些妇女和孩子 是一周前被带到这里的 他们的丈夫和兄弟也被带到了这里 然后被分别关了起来 剩下的就不用多说了 托尼也能猜到 那些男人全部变成了缝合怪 接着托尼询问弟奇 有没有打听到奴隶贩子 这里民兵什么的 总共有多少个人 弟奇摇着头无奈的表示 屋子里的人从一来就被关在这里 他们只能听到外面有人走动 剩下的就不知道了 接下来 在大夫先行探查了周围暂时安全后 弟奇等人便打算让房间里的 妇女和儿童转移了 刚开始还算顺利 带着孩子的妇女 依次迅速而安静的逃到了大夫的身边 可到了后面 一个孩子在逃跑途中 突然被石块绊倒 听到孩子摔倒的声音 弟奇和托尼顿时意识到了不妙 而周围听到一响的民兵 也赶忙拿着枪冲了出来 大战一触即发 托尼率先开枪 瞬间击倒了冲在前面的民兵 可就在大夫举起枪 继续扫射后面的人时 弟奇发现那个半岛的孩子 居然还留在原地 他也顾不上别的了 急忙向着孩子的方向冲了过去 托尼见状也急忙跟上 在托尼和大夫的掩护下 弟奇终于带着那个孩子 来到了大夫的身边 此时看见一群人 连几个北约士兵都干不掉的二把手 大声的怒骂着无能的手下 这时站在高处的一个民兵 注意到了正在奔跑的托尼 可就在他瞄准打算射击的时候 随着一声脆响 那个民兵的半个脑袋 都被子弹轰飞了 而开枪的正是负责支援的库博 眼见所有人员都已转移 大夫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榴弹 现在是时候整点轰动的爆炸了 随着一声巨响 被榴弹引爆的燃料桶将附近的民兵几乎撕成了碎片 不过危险还没解除 即使有了混乱 军方也不可能立刻闪现支援 而现在托尼和大夫所剩的弹药也不多了 他们必须立刻撤离这里 但带着这么一大群人估计很难撤离 于是托尼打算和大夫吸引火力 保全这些妇女儿童 另外一边 普鲁特注意到不远处的房屋里 有两个手无寸铁的人指挥其他人行动 这两个人应该就是头了 他询问库博能不能击毙 可库博却无奈地表示 他俩躲得很隐蔽 自己暂时看不掉 不过正因为库博的存在 艾玛德和他的副手被困在屋子里不敢出去 愤怒的二把手现在真的想手撕了外面的狙击手 然后炸掉另外一边的小屋 因为吸引火力的托尼等人 好像正顺着发电机的声音 向着那个小屋摸索过去 可听到副手这番话的艾玛德却摇了摇头 他说杀掉狙击手可以 但炸掉小屋不要想 二把手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小屋不能炸掉 而艾玛德神经冷静地告诉他 因为小屋里的东西 此时托尼三人已经顺着发电机的声音 摸索到了小屋的门口 可当他们推开门时 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 顿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只见六个黑袍人 按住一名浑身赤裸的男子 正在用针线缝住他身上的所有孔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